接下来这对父子有着来不及说再见的遗憾 这个遗憾做儿子的用传承家业来填补 他接下家里肉铺的生意还发挥创意 把飞鱼软加入传统香肠 用独特的美味纪念他的父亲 海风轻浮朝来朝往 带不走的是对父亲的思念 小时候大概国小的时候 爸爸都会带我到海边或河边去钓 所以到现在爸爸走了 钓鱼的时候也是会想到我爸爸 过去的那些回忆 陈泽亨 金山渔村的在地人 从小就爱往海上跑 爱自由 爱钓鱼 爸爸过世后收拾起丸杏 认真地接下爸爸的事业 这段时间我看他 他整头到地的 他什么都在 他放在那里的灌墙 他放在那里 他都会想要怎么改成 怎么改成 要怎么用考试来做 分切着粉嫩短短的温体猪 这一摊已经传到第三代 泽恨阿公从日居时代 就在这里摆摊卖猪肉 这是菜市场小孩的游乐园 也是美食街 第二代泽恨的爸爸阿宗 把新鲜的猪肉加工 是市场里第一个 卖香肠腊肉的汤味 过年前生意大好时 光是腊肉就可以用掉 两千斤猪肉 香肠则有原味和高粱 两种口味也很强手 肥肉瘦肉按照比例 分别放入绞肉机 块状变成条状 泽恨曾经是科技厂房的 动力配线技术员 过去工作很硬 现在摸的是乱趴趴的食材 从科技业回到传统市场 一时不习惯的 是要变成枣枣鸟 调室就半夜的时候爬不起来 都会赖床 要被妈妈爸 不会 后来身体时钟调适应之后 就习惯 接手爸妈的摊位当老板 不但要快快适应 凌晨三点起床 处理生鲜猪肉 还要想着 如何让传统山珍香肠 多一点海味 就突然看到对面的鱼滩 那个黄金飞软 很漂亮 我想说应该加到香肠里面 应该口感应该不错 所以才有这个idea 去做这个飞鱼卵香肠 南方傲来的无鱼卵 金黄透亮 晶莹饱满 生产季节是5月到7月 颜色跟市面上的大不相同 原来这才是飞鱼卵本色 飞鱼卵的颜色就是金黄色 红色跟绿色或橘色黑色是染色 最金黄就是最天然的颜色 比较新鲜的 大男人要处理小鱼卵 不但手要巧心还要细 优点完全来自陈爸爸的潜移默化 泡海水一整天 清水洗净 挑去水草等杂质 一串一串的飞鱼卵刷成一颗一颗 再浸泡高粱酒去除腥味 双手使劲把绞肉和飞鱼卵拌匀 来回拍打 翻角 让肉馅更细致 她的东西吃到肉会硬 会滑 还有饭腸做到口味很好 感觉这会太太好 为宜卵香糖 我女儿都买很多去烤肉 送朋友 她宜卵会有那个声音 一点烤烤烤的感觉 里面都专业了 这样你的了解吗 认较少了 做生意不是认较 做生意是搞朋友 回家帮忙两年 泽亨的手法熟练 灌香肠 烘烤香肠 都能一手包拌 其实泽亨没有得到爸爸的争传 因为陈爸爸爱喝酒 喝到肝硬化 有一天出门之后 突然失联 天人永隔 蛮遗憾的 很多都没有学到比较近的 从小时候看爸爸怎么做 然后都凭着记忆去做 妈妈会在旁边知道 泽亨凭着记忆拼凑出 成家的香肠制作SOP 花半个月抓出食材比例 研发出独特的 飞鱼卵香肠味道 温火慢慢油炸 尝一下绞肉里的肥鱼卵 清晰可见 泽亨说自己不洗一下重本 就是要让这一味更加对味 我们家的香肠有阿公的味道 有一种加的感觉 全部都是手工制作 口感比较扎实 比较Q 肥鱼卵就是一颗一颗的 扎实在你的口里面 很像弹跳 对 很好吃 非常好吃 而且不会腻 尽管陈爸爸走了 则亨努力守住家里的老滋味 让熟客造访时依旧无穷回味 爸爸很少会去讲我 他说一个男孩子做什么事情 要对自己负责 爸爸的话不多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爸爸当初 留下来的东西 持续地把它做到更好 树玉静而风不止 子玉养而亲不带 父亲重视 没有想到亲福 是责恨心里永远的遗憾 现在的目标 则是努力让市场里的 第一个香肠摊 长长久久都是第一 小光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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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摆 psychologists 它就不仍不停 就是 收集 小光喂 小光喂 小光喂